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万人失智 平均每3秒就有一个人进入失智的状态 那么您了解什么是失智吗 对于失智这两个字 您家里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影片 2 3 4 伸展肌肉抬抬腿 高龄80岁的房爷爷过去热爱跳国标舞 近年来却有点吃力 透过基础的运动训练 希望脑力跟着动一动 现在舞步的话就有时候会想不起来 跳会跳错掉这样子 所以脑袋还是有点比较迟钝一点 台湾的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在今年超过14% 正式迈入高龄社会 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人口推估 全台失智人口超过27万人 平均每100人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 初期的时候记忆不好 焦虑 忧郁 失眠 反应变慢 双手比数字考验反应力 花莲慈祭医学中心培训志工 让他们在社区里带动长者的体能与脑力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做教具的想法 带进去社区的话 我想会让志工们到社区觉得自己更能够发挥 然后也更能够照顾到这个社区长者 也藉由这个教具可以跟他们多互动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成长 失智症人口也将快速上升 失智症初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般老化而延误就医 若是能够早期发现提前开始治疗 就能有效延缓失智症状 治疗一个老人等于同时帮助了可能三四个家庭 老人家他的小孩各个都成家了 他如果有很好的日间照护 那让小孩子白天都能够安心的去工作 到晚上的时候才有那个精神体力来照顾他们 近年来失智人口有增加的趋势 花莲县也结合医疗院所和社区 推行共同照护模式 期待给失智长者更完善的照护 今天我们请到四位特别来宾来跟您好好谈一谈 失智这个我们关心的问题 第一位特别来宾是花莲县卫生局长照科的黄秀如科长 黄科长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高龄精神科的蔡新济主任 蔡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失智共照中心的张信玲主任 信玲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四位是检验科的王凯茂组长 凯茂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要先请教黄科长 台湾对于失智大概严重程度是怎么样 目前在台湾的部分大概是27万人 但是可以推估未来的45年 每天是以35人在增加 换算回来大概是40分钟就会增加 一个人成为这个失智症的患者 年龄越大 他的失智症的发生率其实是越高 所以会相呼应到我们的平均余命 当这个每个人的平均余命都向上的时候 那换言之我们的失智的人口 也许在你我当中就有一个 对 他就像上楼梯一样 可能就一直上去不太容易下来 蔡主任 那您作为这个失智症的医学的专家 想请教您 失智症 这个症我们听起来 它就是个症状还是一个病 失智应该是说 它是一个很多症状的表现 那比如说 它可能是一个记忆力的不好 或是注意力 计算力 空间感 理解力 判断力 甚至于伴随很多情绪的障碍 甚至于妄想幻觉等等的 这些症状可能在不同阶段会出现 所以我们把这些症状总归都可以把它当作是失智症的其中一种表现 那当然会导致失智症的原因 那就很多了 比如说酗酒 脑伤 车祸 或是说脑瘤开刀之后等等的 只要对脑有受伤影响它认知功能 那它导致说 它的整个后来的功能都已经跟同年纪的人去比较 是比较落后的 那它可能就叫做失智症的病人 如果是一个人自然的老化 大概失智症是在医学统计上什么年龄会开始要留意这个问题 一般来讲在75岁以前我们都觉得是没什么问题 65是退休到75这叫黄金10年 那75岁以后就可能会比较风险会比较高 姓玲 你这个失智共造中心在医院里面成立嘛 对不对 对 成立这样的中心它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共造中心其实是医疗跟社区这样子的一个失智 整个照顾的一个服务的整个流程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中心 可以把个案从社区疑似发现后带到医院里面来 然后进一步的确立诊断 它是不是有失智症 那一旦确立有失智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共造中心就会依据个案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需求 然后再把它转接到社区的一些照顾服务的单位 那当然也包括家属嘛 因为就是经由共造中心的一个个管的服务 也可以提供作为个案跟家属的一个后盾 在他们随时有一些需要时候 我们就可以stand by 来去满足他们的一个需要 那凯茂 那对于检验科来讲 这个可能观众不太了解 失智本身似乎是一个退化老化的过程 我们的一般概念是这样 抽血 验尿 验大便 可以知道它失智了吗 在失智这一块是需要很多方面的诊断去做确诊 才能去诊断说这个病人是不是真正失智 然后在检验相关的项目里面 包含了营养方面 比如维他命B12叶酸的缺乏 或者是新陈代谢异常方面 比如说甲状腺低下 功能低下 或者电解值不平衡等等 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 比如梅毒 这些都有可能是造成的原因之一 在医院里面会来看失智的人 通常他自己认为他失智吗 还是说被家属压着来看 对 这两种都有 都有 一般是这样 功能比较好的人 他觉得自己记忆不好 他比较担心 所以他会希望来做一个诊断 那会由家属陪同来的 那通常就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他情绪的障碍 比如说他严重的这种日夜颠倒 比如说他有一些异常的行为 那家属在照顾上面 或者在日常相处上面 已经觉得是有困扰了 寻求帮助 最早期的失智的前兆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怀疑失智 你要来就医了 是 最早期的征兆 通常还是记忆不好 跟注意力不好 那很多 有的年轻人就这样 这两个会息息相关 比如说他因为在想着下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忘了手头 我手机放哪里 我钥匙放哪里 他会以为自己忘记了 那这个如果注意力好的人 那他可以一下子就抓到 我刚刚放哪里 所以如果记忆不好 注意力不好的话 那他这些问题就会常常出现 那是不是说 已经到了一个临床的程度 那还是可以有测验 来做一个辅助的判别 了解 了解 不过我听蔡医师这样讲 我自己就有点紧张了 你们没有这个毛病吗 好 现在我们国家有这个长照2.0 那对于失智症这一部分 我们的政府有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让我们的这些年龄老化的这些民众 他们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要怎么样去寻求这个协助 从长照1.0那到这个长照2.0 那增加了一些人 然后对象有增加 那也把这个50岁的失智症的患者 那也纳入到我们长照2.0的服务对象 那拿我们花莲来说好了 那我们花莲出估大概会有4000多位的 这个失智症患者 那实际上那现在确实有去做确诊 那确实有领到这个证 就是身心手册的 其实才1000亿左右 所以换言之 我们大概还有就是四分之三的人 是潜在社区 那所以针对潜在社区的部分 我们希望住在花莲县的每一位 的这个老大人都能够受到照顾 所以这个长照2.0里面 我们推出了好几项的服务 那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个 疑似的个案找出来 所以我们设了这个所谓的 失智共照中心 是 那我们透过这个中心 因为都是专业的一个人员 那加上其实失智症 它需要确诊 我们在每个乡镇 我们就设了一个前进的据点 叫做失智服务据点 我们利用在地的人 那老人家聚集 我们就在这里设一个服务据点 那由共照中心的这个专业人员 针对这个个案的认知 那包括他们要防碟 那要吞咽等等的日常生活功能的训练 都在这个据点 我们是将医院的专业的人才 那我们送下箱 让这个在地人就在地老化 那他们去做筛检 疑似的个案呢 就会送回到中心做确诊 那我们有所谓的家属支持团体 所以我们是一个 他们在医院是一条龙的筛检 我们希望在社区是一条龙的服务 太好了 我们听黄科长这样讲 真的是面面俱到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每一个失智症的家庭跟患者 都不用再担心 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找出这些人来 怎么样正确的进行筛检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这一段影片 为了把握早期发现失智症状的黄金治疗期 失智共照中心团队主动出击 到社区进行失智筛检 今天来做据点长者的 大脑健康的一个评估检测 然后另外也带动我们这个 金治疗据点的长者们 做一些桌游的热灵活动体验 狗头 失智共照中心团队 透过日常生活小物品 做成了许多有趣又丰富的互动游戏 让长者乐开怀 然后准备它这个给它看一下 牛 牛的声音是怎样 Muai Muai 不是 Mu 这一支呢 对 那个牛鸡 牛鸡 牛鸡 鸡 对对对 到这里 模拟动物的叫声增加趣味性 翻牌大考验挑战记忆力 我还在考验 请问一下 两只胸是什么 两只胸就是鸡 鸡好 鸡在哪里 鸡在哪里 这边 对 这边 这边好 还有这边 帮我们耕田的 耕田 对 更是牛 你的记忆力超好 你觉得有困难吗 不会啦 我快点赢一下就会用我 他说你太高了 那我现在有的问题啊 活动现场最特别的 还有一项大脑健康检查 透过护理师的评估 帮长者延缓失智 63年后 你这陈子 记得到以前 比起来 有个比较差吗 那么多岁啦 老了 有时候不记忆的时候 想起来吗 有 很少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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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到时候 还要联络 安排回来 做检查 更多检查 好吗 好 那如果是疑似 失智症的个案的话 我们会把长者连结回来医院 做一条龙的一个 鉴别诊断的服务 方便长者就医的部分 记得了 都还记得了 有时候会有一点时空错 有时候他会说 他要去镇上拿锄头 他说他锄头拿去扰 其实 他可能好几十年前都会 那你今天自己一个人来 对 失智控照中心团队 打造医疗与照顾 一条龙的服务 缩短失智确诊流程 就是希望能够为长者们 建构更完善的 失智照顾网络 我们看完这段影片 就知道在社区 其实有很多潜在的 真正是失智症的患者 那我要请教黄科长 在前半段节目 您说花莲 比如说就有4000位 这个可能评估 预估是4000位 这个有失智的问题 但只有一千人 有拿到身心障碍手册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讲一下 拿到身心障碍手册 对它有什么好处 政府的长照2.0 就是要来照顾你们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因为长服法在6月3号 我们正式上路之后 那你得要经过评估 然后评估之后 你才可以使用 这个所谓的长照服务 那前面的这个评估就非常重要 那你经过确诊之后 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 符合这个补助的对象之后 那也许大家要知道 我们过去的1.0 它补助是失能的人 可是我们失智的患者 他不一定失能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新的2.0里面 把这个评估的方式给改变 所以有一些其实失智症的患者 那他适合在社区 因为我们知道 他不同期的表现 会一直反反复复 时好时坏 那当他好的时候 也许我们在社区部件的资源 我们可以靠这个行为 去帮忙他 去缓和他 所以社区的资源 他就可以去用 那如果说 今天那他从失智到这个 比如说 就是衰弱 乃至于到这个失能的阶段 他会这样子轮来轮去的时候 当他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 那他也许需要交通服务 他也许需要送餐服务 他也许需要去日照中心 那他也许需要做 这个所谓的照顾服务 这个照服员可以到你家 去做这个安全看事 或者是 所以这些都是身心障碍手册的好处 是 一旦确诊 我们提供给你的服务 就会是比较多元 是你专门为你设计的 太好了 所以各位观众 真的如果身心障碍手册 听这个名词好像很负面 可是实际上政府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 就是说这所有给这些患者的帮助 已经准备在那里 只看你要不要去运用它 其实不要排斥的 对不对 反而可以让照顾起来更简便 更方便 那蔡医师 那这个刚刚我们科长讲 说要到医院来评估 那什么样的状况才符合身心障碍手册的标准 是主要我们的依据还是从它的功能上面去做一个区分 那从新测上面 比如说我们可以有CDR CDR这个量表 它就可以提供我们这个轻中重的一个 筛检的或者一个诊断的依据 那这个是最直接的 那另外如果它是 比如说像科长刚刚讲的 好像没有失能 可是它情绪的问题 妄想的问题 所以导致家属 他会非常的照顾上面 已经担心情绪障碍 什么暴力 恐吓等等的 那没有办法靠筛检的 我们就是医师的临床判断 那这个都可以作为一个依据 然后协助病人来开立身心障碍手册 这些失智症患者 他们愿意来做筛检吗 还是你把他们找出来做筛检 基本上我们是主动出击 到社区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们就会跟社医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或者跟我们各乡镇的卫生所的会长 讨论说我们就选择在老人活动的一个场所 然后会安排特定的一些活动 让老人家会来 那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 把老人家做一些失智的检测 那你筛检出来了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我们目前就是在偏乡 如果发现疑似的个案 我们会跟卫生所做一个讨论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复理有疑似的个案 那复理其实直接到华联慈建议 是相当路程很远 所以我们就是跟案家讨论好之后 决定这个一条龙确诊的日期 那么我们就会有比如说从副理 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再来凤林进食堂 那我们的个管事到凤林进食堂 衔接把他再来医院 就是社区大家核心协力的 来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确诊服务 当然这中间个管事已经 透过电话咨询访事 都跟这个个案还有家属 已经建立了信任的关系了 所以即使是独居的长者 他也可以接受 我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因为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放心 很安全的 而且我们这样一条我们的服务 大家都是还蛮有默契的 这样几个月下来 我们也会进行一些讨论沟通 包括长者如果抗拘抽血 我们可能怎么安抚 这个个管事还在旁边 就把早餐准备好了 喝完血就可以吃早餐了 那到这个CT4要检查的时候 各管事会帮他先把衣服给换好 那我们会陪伴他躺到这个CT4的床上 我们才出去 他一照完就看到我们在旁边 所以这样整个过程长者回去 他就会跟家属说 他得到的照顾服务好好 所以其实家属就会放心 由我们工作中心来 来协助这个一条龙的确诊 当然确诊后 后续要把他转接到社区服务单位 他们就会更相信 让你让我没问题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温馨 我要请教凯茂 那这个蔡医师请这些失智的 可能失智的患者来做检查的时候 你最常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失智症的患者 通常他判断力 注意力等等会异于常人 所以他来做检查的时候 他或许会排斥或者是抗拒 说他不需要做这些检查 那么在共同照顾团队的配合之下 他们把他带到检验科来抽血钱 一定就是会先跟他沟通 那我们科的抽血柜台 也会提供一个比较适当的 友善的一个抽血的环境 让这些失智症的患者 来做异于一般病人的一个抽血检查 比如说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空间 就会把他带到一个比较隐秘的房间里面 然后跟他沟通 那我们的医检师也会用比较和缓的一个速度 去做一些检查抽血的这些动作 我想观众一定最关心这个问题 就是好说了个半天 假设家里面有一个长者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被咨询 那现在这个筛检团队 也没有来我们村子里面 那到医院我到底要挂什么科 也搞不清楚 那我想请问科长 那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 最便利的方式 让一般的民众知道说 我要找谁 OK 我想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有成立了一个专线 那大家只要记得1966 1966 对 你只要就是手机或电话 那就是播1966 真的是一通电话 那我们专人到府服务 会寻求你最适合的资源给你 那我觉得有一个好处 因为我们的造专会做个案管理 那你就多一个人来关心你的长辈 太棒了 所以1966只要是上班时间 上班时间你只要打1966 就会联系约好时间来到家里 来帮助这位可能的长者 对不对 太棒了 我们的政府对我们的老年人 照顾真的是非常的好 各位观众 好好的去了解自己家里面 或者自己有没有这方面问题 早一点打1966 那么接下来就医 找出问题才能够及早防范 那么今天很高兴四位特别来宾 来跟我们分享 那么重要有关于失智方面的这些概念 失智的状况一定越来越严重 及早防范 及早治疗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政府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好 谢谢各位观众 也谢谢各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